內地官方媒體報導 公安機關即日起停止向深圳市居民 簽罰赴港一簽多行簽署 改為簽罰一週一行的簽署 深圳市戶籍居民可以在每個星期一至到星期日 前往香港一次 每次可以在港逗留7天 完一簽多行的簽署 在有效期內可以繼續使用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說 適時完善優化一簽多行 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民生的關心 中央政府將繼續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發展旅遊業 堅決反對香港極少數人傷害兩地民眾感情的行為 鼓勵兩地人員進一步密切來往